大家好 我是周凱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立準民調 2024總統還有立委選戰 從今天算起 只剩下倒數30天了 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 究竟現在藍綠白各個陣營 還有立委的戰況為何 相信大家都相當的關心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總統看好度的部分 賴超配是以49.6% 大幅領先了侯康佩的 百分之十九點六 以及柯銀佩的百分之十二點二 這顯示出在藍白和破局之後 賴超配的看好度 是明顯碾壓藍白陣營 接下來看到是 總統支持度的部分 如果明天就要投票 賴超配他們所獲得的支持度 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位居領先的地位 而侯康佩則是百分之二十八點八 排名第二 柯銀佩則是百分之二十一點二 而藍綠之間的差距只有百分之五點九 戰況十分的激烈 而民眾黨則是在藍白和破局之後 被邊緣化淪為老三 和另外藍綠兩組候選人的支持度 是大幅的拉開差距 而對比兩個月前的民調 我們可以看到藍綠白三方的支持度 趨勢走向 侯康佩在成軍之後 支持度是大幅增加了八點八個百分點 而賴超佩則是微幅增加了二點五個百分點 而在藍綠各自歸隊的情況之下 柯銀佩的支持度則是重挫了五點六個百分點 不過從政黨趨勢來看 國民黨的支持度十月份 還是處於低迷的兩成左右 但是在軍月會談之後 快速增加了整整一成 達到了百分之三十點四 甚至還超越了民進黨 但藍綠白各自歸隊之後 卻沒有辦法讓侯康佩的支持度 大幅的超科逼賴 依舊是輸給賴超佩 將近六個百分點 為什麼政黨支持度回溫 卻無法反映在候選人的支持度上投呢 從這張政黨傾向交叉分析 就能夠看出端倪 因為不偏向任何政黨的中間選民 只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八 是選擇投給賴超佩 而這一群中間選民 就是賴超佩能夠繼續穩定 領先侯康佩的關鍵主力 而接著呢 我們來從總統支持度的數據 做更進一步的深入分析 同總統投票意願的部分 有百分之五十七點九的民眾表示 他們一定會去投票 我們也從民調數字當中來推敲 明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大約為百分之七十二點三 而在一定會去投票的族群當中 賴超佩的領先幅度 是從百分之五點九 是擴大到了百分之六點七 聲勢是更加被看好 接著呢我們再從地區來分析 首先看到這六都的部分 侯康佩他們是在雙北地區取得領先 不過跟賴超佩的差距最多只有百分之七點二 相較之下呢賴超佩 他們則是在其他的四都取得領先 除了台南高雄 領先幅度最大是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七之外 在藍營所執政的桃園 還有台中 賴超佩也是勝過侯康佩 甚至在台中還領先了將近十個百分點 接著我們再從性別還有年齡的部分 來做進一步分析 我們可以發現柯文則在二十到三十九歲的 年輕族群當中是取得極高的支持度 而賴清德則是在四十到五十九歲的 中中年族群 還有七十歲以上族群是大幅領先藍白 胡友宜則是只有在六十到六十九歲的族群當中 是位居領先 而至於性別的部分呢 賴清德是在男性還有女性都是領先對手 而柯文則則是可能因為之前曾經爆出仇女風波 導致他的女性支持者是大幅落後藍綠候選人 而另外呢在這次選戰當中 由於藍白一度考慮要合作 破局之後呢也引發了氣保議題的討論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特別針對了氣保情況之下 支持者的投票印象來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呢 如果侯康佩的支持者察覺到了 侯康佩的當選機會不大的時候 是有超過六成還是會堅定的支持 他們不會跑票 不過還是有兩成的支持者會選擇 轉向把票投給柯銀配 不過就算發生了氣藍保白的情況 賴超配最後還是會以百分之三十六點五的 支持度是擊敗柯銀配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九 而柯銀配的支持者當中呢 如果發生了氣保 除了百分之十六點五的支持者 可能會轉向投給侯康佩 但也有超過一成的支持者 還是會轉向投給賴超配 這也導致了侯康佩擊敗賴超配的可能性 依舊不高 不過即便總統的選情看好 但是民進黨的立委選情 卻是十分的嚴峻 首先在區域立委的支持度方面 國民黨是獲得了百分之三十七點七的支持度 而民進黨則是百分之二十八點七 而且透過了右邊的圖表可以發現 賴超配的支持者有一成 會把區域立委的選票 投給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侯康佩的支持者 會把區域立委選票 投給民進黨候選人的 卻只有百分之一 看得出來賴超配支持者的分裂投票行為 是特別顯著 另外民眾黨只有在八個縣市提名區域立委 人選 所以民眾黨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只有百分之八點五的支持度 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七的 柯銀配支持者 對於要把區域立委的選票投給誰 依舊在觀望當中 這份民調是三立電視委託山水民調公司 所完成的 調查對象是針對全國二十歲以上的民眾 調查的時間則是在十二月十一號 到十二月十二號 有效樣本數為一千份 分別為加戶五百份 還有手機五百份 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之下 抽樣物差大約為正負百分之三點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立準民調